104 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7月21日報章 A15時事評論北京政局白人為民黨官迷信 楊喜馬力宗紀委機關部中國紀檢監察部最近看法文章 同批一些為官不為者不信馬列信鬼神 不信組織信個人 畢熱忠於幹事創業 及其迷於算命漢賞 求神拜佛 迷信器工大師 一些機關大樓不設四 十三、十四層 一些幹部的抗頭黑然擺放石收、轉運石等裝飾物 更有甚者 一些地名因不吉利而改 有的工程因大師妄議而建 一些建築因黨風水而拆 凡此種種 官場迷信封之性行出符高層所料 驅除深摩千奇百怪中共黨建專家指出 中紀委機關部文章引出許多令人思考的問題 黨政官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幹部為何今天營會熱忠於搞迷信活動 稱為為人民服務的官場言何迷信未農了 這背後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怎樣自理官場的迷信封 許多專家學者紛紛為民意 而根據專家分析 在中國文化歷史中 對風水八卦的督信乃至迷信從來就沒有斷絕過 官場迷信從古至今也千奇百怪 並不止是今才有的新鮮事 不過 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導的無神論者 有些黨員幹部為何今天不信馬列信鬼神 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 信仰淡漠 理想缺失 人生觀 價值觀 權力觀偏頗 以入黨升官發財為目標 在試圖受阻的情況下 圖想通過迷信活動踏上升官之道 其二 長期以來 黨要管黨的不力 黨政條規和法理規範執行的不到位 權大於法紀的固執 令一些官員行為失犯 任性而為 違法亂己 貪污腐敗 他們因怕東窗事發而迷神信鬼 者作鬼神之力 大師之功和風水之局 驅除心魔鬼影 求得保觀平安 其三 人治傳統之遺留 有些官員缺乏公共行政的基本素養 沒有依法治國和執法為民的追求 把治國理正時作個人隨性之位 從而不走正道而入迷信偏門 其四 選人用人機制不完善 無論透明性 確定性 預期性均存在問題 致使一些幹部者作前規則升遷 買官買官大行其道 為求晉升 有些幹部選擇走歪道 入偏門 求神拜佛 裝弄鬼神 其能官運亨通 中共黨建專家指出 中上可見 官員迷信活動的盛行 乃自黨不嫌 改革不力 法治不張所致 權力腐敗求神拜鬼專家學者進一步分析 官員迷信是不正常的 所謂迷信 是指官員精神缺蓋而陷入的迷思 精神缺蓋 腦袋空白 自然鬼神佔毀 大師田空和風水萬貫 黨幾條規是為官場迷信或了禁止的紅線 但往往另行不止 這有彩黑的社會根源和該人因素 有些官員處理不好權與利 權與法 以及權與民的諸多關係 往往陷入利益的泥鬧中 不是利用市場謀利 就是與民爭利 從而形成利益為先的官場用作文化 有些黨員幹部知道其追求與黨幾相背 因而用迷信鬼神 堪如風水等方式 求得心靈的平衡 黨員幹部迷信的背後 說到底竊偏離共產黨信奉的唯物史觀 背離社會角色規範與民眾認同 有選擇政黨或政府形象 官場迷信多了 真理與正氣就少了 邪門歪道多了 工作的時間與精力就少了 看上算命 求神拜佛多了 為民眾辦實事就少了 勢別引發黨群關係 幹部關係的緊張和矛盾 中共黨建專家指出 官員群體掌控權力 主導各類社會資源分配 他們的迷信思想必然導致執政理念的偏差 以及施政措施的荒誕不經 這將造成具大的資源浪費和經濟損失 官員迷信本質上是權力腐敗的表現 他極大地敗壞了政治風氣和社會風氣 精神補蓋防禦鬼神中幾位法民同批官場迷信封 自是希望治理者的問題 承言 治理者的問題非一朝一夕之功 但當局已將資力入自理的一項重要任務 為去除迷信官員心中的鬼 預計當局一方面會通過各種方式的學習和再教育 解決其信仰問題 幫助補足精神支蓋 豐富內心世界 固本強身 形成抵禦各種迷信侵蝕的能力 另一方面是深化幹部人士制度改革 完善機制 增強透明度 提高制度科學化 規範化和程序化水平 形成一套科學 公開 公平 公正的官員選不任用機制 讓那些信念堅定 清淨廉結 群眾巧悲好的幹部能夠上位 中共黨建專家指出 十八大以來 總書記習近平按照政治路線確定之後 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的思路 一再強調要深化幹部人士制度改革 把德財兼備的人才提拔上來 習要求黨員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要做信念堅定 為民服務 勤政務實 敢於擔當 清淨廉結的好幹部 習多次展示幹部堅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性 指出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概 明是理想信念不是空洞的 而是實實在在的 現實中就是要堅定道路自信 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 堅信執政黨從事的事業視為國為民的 因而視正義的 崇高的 值得為之奮鬥終生 可是 現實中有多少共產黨人能與習近平心靈相通呢? 2015年7月18日於北京號任惠文號時事 評論號北京政局黨官迷信楊喜瑪利 答案 您好是的 不假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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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